高雄澄清湖棒球場 在昨天晚上舉行比賽 卻傳出了插曲 當時台岡雄英一名球員 在二壘附近 踢到了一個寶特瓶 好在當時比賽還沒有開始 工作人員趕快迅速收拾 才沒有釀成半島的意外 而其實呢 在今年4月份 球場內才經見 將近30公分的L型鋼筋尾 這回又傳出了有寶特瓶 場地安全再度受到質疑 為了贏得比賽 球員熱身衝刺 認真練習 不過接下來這一幕 卻引發熱意 9G上半進入尾聲 念野手除緣 在二壘附近 撿起一個綠色寶特瓶 一臉錯愕 一旁隊友也看似不可置信 睡發就在13號晚間 高雄澄清湖棒球場 台岡雄英對上 熱天桃園的比賽 好在當下還在進行轉場 比賽還沒開始 工作人員隨後也迅速收拾 才沒有釀成半島意外 球員比賽時 腳底容易沾黏紅土 因此習慣踢踢腳 把紅土也跟著踢掉 不過卻有球員因此踢到 寶特瓶消息傳出 民眾也傻眼 安全其實很堪憂啊 這個是還蠻基本的檢查吧 踢到可能腳會會受傷 真的好危險 事隔一天警方也派員到場關心 而其實早在今年4月 同樣在淳清湖棒球場 才經鑑30公分的L型鋼筋尾 當時一度造成比賽 無法進行 運動員最重要就是有健康的身體 如果受傷的話 可能就會影響到他的一輩子 針對我們人員進行相關的 究責懲處 那同時也會依照契約的規定 針對維護的缺失來進行扣拔 究竟寶特瓶從哪來 專家推測可能是紅兔堆 時常會做整理 加上高度使用 導致底下義務浮現 運發局強調 未來將加強巡檢機制 否則要是球員受傷 後果誰來全單 這有玩家講說 高雄報導